在校车上我突然发现自己能听见高冷笑花的心声 只见笑花一脸鄙的眼神看着我 心中却是另一个声音 这个小学弟长得真好看呀 怎么才能既不尴尬 又不失礼貌的要的联系方式呢 站在校车上我一脸猛 谁 是谁在说话 我扭头四下看了看 发现根本没人张嘴说话 本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却没想到声音再次传来 算了 我是学校的高冷女神 怎么可以轻易和别人打话 这次我确定了 抬头看向了身高1米78的苏清雪 刚才的声音肯定是她发出来的 难不成自己是能够听到高冷笑花的心声吗 带着一丝疑惑我来到了教室里上课 准备下次见到她是好好弄清楚怎么回事 很快到了饭点 我和几个儿子准备下个馆子好好吃一顿 坐下来后 几人随便点了几样菜就开始闲聊了起来 我说老四啊 你这么帅 估计全校也就只有笑花苏清雪才能配得上你了 其他两人也开口复合 老大这话说的不假 只是这个苏清雪似乎出了名的难追 在她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引起了江大的红朵 不仅仅是容貌长得好看 更让人为之着迷的是她的气质 像那样一座冰山任何人都像把她融化了 简直就是把征服欲拉满的存在 而且她舞蹈风格也多样百年 不仅仅是会优雅的民族 更会性感的火热辣舞 在去年的迎新晚会上 苏清雪就给江大的所有同学带来了一点点小震撼 从那之后所有人都在打听她的消息 各种疯狂的追求 各种名牌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就送出去 可苏清雪根本看都不看 她压根就不屑于这种东西 这消息流传开来之后 苏清雪的名声更是一时大躁 试问一个好看友才又不拜金的女神谁不喜欢呢 就连我都觉得苏清雪是我见过最好看的女孩 突然老二双眼瞪大一脸不可置信的扭向旁边 那不是苏清雪吗 真是说曹操曹操道呀 我回头望去 门口果然有着三个女生站在点菜处 其中苏清雪赫然就在其中 其余两人我很看着很眼熟 好像就是舞蹈室里面和苏清雪一起的同学 老大也是两眼放光兴奋地嚎叫了起来 老四好机会啊 快趁机会把他们叫过来一起拼装 我环顾四周 发现此时餐厅里面几乎已经坐满了人 而苏清雪三人似乎也是点完餐才发现位置满了 正站在原地有些苦恼 看着三个儿子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 我也是不惊好笑 那就只能自己出面邀请了 正好我也可以近距离接触验证一下上次的想法 于是变相的三人走上前去 待到距离苏清雪十米处 突然脑海里响起了上次我听到的声音 气死我了 刚刚明明还剩下一种位置的 那个中风坏男人居然抢了我们的位置 烦死了 又不想带回宿舍吃 我此时心里意外的同时也很是好笑 没错了 自己脑海里的声音确实就是苏清雪内心的声音 而好笑的是我看着面前一脸冷若冰霜毫无表情的女神 没想到内心戏居然这么多 真是给我一股强烈的反差感 学姐这要巧 你们也来吃麻辣烫啊 看样子你们是没找到位置 不如和我一起拼桌吧 同苏清雪一起的另外一个女生一脸惊喜的看着我 哦 小学弟好巧了 这都能遇到你呗 我对这女的很有印象 好像叫关子营 一旁的关子营见苏清雪神色有些不愿拉着她的手就劝道 哎呀 走了清雪 你也不想回宿舍吃麻辣烫吧 而另外一个女生和心仪也跟着一起劝道 他们俩实在都不想打包回去吃 苏清雪架不住两人公式只好无奈的点点头 好吧好吧 没办法了 只能跟小学弟几个人一起吃了 不过好烦啊 好受苦好受苦 还得多她几个摄影 当她看见我手指的方向后 直接那边一张小圆桌呆会居然要挤他们七个人 不是吧 这么多人 我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没事没事 只要我保持高冷 就不会尴尬 我听着脑海里的碎碎面 又看着身侧正装的一脸冷冷正色的苏清雪 实在是忍不住 哭斥一声笑了出来 一旁的关子一见我喜不自禁 小学弟你很开心吗 是看我们清雪答应和你一起吃饭忍不住了是吧 而随着我带着三女走来 坐在位置上的三个儿子直接惊掉了下来 不是 你来真的吗 他们原本以为冷落冰霜的苏清雪肯定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没想到还真给我拉来了 还把他两个室友也带来了 这苏清雪也就算了 身边两个妹子怎么也长得这么好看 搞得他们现在心里小鹿一直砰砰跳的 表面却又强装一脸淡定 我坐下后 对着几人分别介绍了起来 三人在介绍完自己的名字之后纷纷就闭卖了 双手有些不自然的想掏出手机试图缓解一下尴尬 纷纷用眼神示意我就就场 这么尴尬 等下自己几人的形象算是在学姐心里玩玩了 好在女生这边关自己一下就意识到几人太害羞了 就主动挑起话题 而我也是附和的适当把话题引向自己的摄友 然而自己不争气的摄友实在是太惨 人家女生都主动问你问题想和你说话 你一个N2就没下往了 抬走抬走 一个都救不了 好在当大没有持续太久 菜很快就上来了 几人不安的时候也终于能拿起筷子分散开注意力 然而下一刻脑海中突然崩的响起一道惊呼 忘记说我不要加香菜了 好烦啊 这要怎么吃吗 香菜究竟是谁发明的 我要杀了他 我反应过来想了想说道 糟糕 我刚刚忘记叫他别加香菜了 学姐你们不介意我把香菜挑走了 实在不好意思 我这看到香菜我就怕 坐在一旁的老二柳东一脸疑惑道 你不是 我没给柳东说完立马低声打断说话 懂不懂佩合 真是的 而苏清雪见我这么说原本冷冷的翘脸突然融化 坐他旁边的何欣仪也是有些意外的问道 小学弟也不吃香菜啊 好巧 我们清雪也是很讨厌香菜的 有缘分有小学弟 以后和清雪在一起的口味都是一样的 一旁的关子仪也助攻了起来 苏清雪见两人这么调侃自己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羞愤的拍了下关子仪 内心不自禁的活跃了起来 啊这紫营说什么呢 羞死人了 小学弟的观察很细腻吗 不过小学弟的笨蛋社友 真是不懂配合呢 苏清雪其实也反应过来刚刚我这样说 可能是察觉到自己看到香菜时候的脸色一遍 于是找了个借口顺理成章的把香菜摘走了 苏清雪不由的心理对我的印象更好了些 我轻笑的挑走了香菜 眼神也没有专门去看向苏清雪 苏清雪的脸也还是冷若冰霜没有丝毫变化 要说刚刚我有发现什么 其实也只是注意到苏清雪在上菜的时候眼神有点变化 但要说我真发现人家苏清雪不爱吃香菜显然不可能 纯纯只是心声尖叫的太大声了 捂着耳朵都挡不住哎 而我此时还真是很好奇 他是怎么做到一脸面无表情然后内心戏那么多的 等吃的差不多了我原本想抢先去把账给结了的 不过在我有所动作的时候 身边的老大董元芮已经率先起身就要去付钱 我想着也没有阻止 索性就把表现的机会让给了老大 看得出来老大必卖许久此时终于有了表现的机会 当然得冲了 而学姐关子盈也见词也不阻止 只是嘴上说道 学弟你这样子让学姐们怎么好意思呢 待会学姐把钱转给你啊 付款回来的董元芮连连连摆手 啊不用不用 我请就好了 没什么的 我先这样也是开口道 学姐你就别争辣 大不了下次你们请我们也吃一顿 这不就扯平了吗 关子盈撇撇嘴调笑道 好啊你学弟 小心思很多吗 那好吧 下次学姐再请你们吃好了 学姐关子盈自然知道我打的什么小心思 不过也没有拒绝 毕竟这几个学弟看着人出无害的 接触接触也不是不行 于是几人吃完饭就告别各自回去了 回到宿舍后 老大董元芮立刻就搂住他的肩膀 其余两人也是目光灼灼地看着自己 我突然感觉某出一景 嗨嗨 你们这么直直地看着我干啥 老四 本来还以为你这进度还差得远呢 没想到你居然还有这么一手啊 老二柳东复合 就是啊 老四你不仗义啊 居然藏东西了 看着学姐对你的态度一看就是很有好感了 老三常开续说道 是哇 老四你藏得很深吗 我看你这一操作下来 这苏孝花都开始对你另眼相看了 他们几个可是知道我的饮食习惯了 哪有什么不吃香菜 这方面就是察觉到人家不吃 事后回想只能说一句哥们细心啊 一日清晨天蒙蒙亮 夏日清晨的风吹着很是清凉 我自从军训结束之后 也还是保持着每月晨跑的习惯 而且我很早的时候就发现 苏清雪也有晨跑的习惯 一开始的操场还没什么人晨练 不知道哪一天开始苏清雪晨练的消息 流露出去之后操场的人就多了起来 大概率估摸都是醉翁之一不在酒 不过每一个上去试图搭讪苏清雪的人 都纷纷碰笔 时间长了这些人也就知道 这冰山女神确实不是那么好接触的 于是大家都默契的没有在上前搭讪 据我观察 每次苏清雪来跑步 都会穿着一套黑色的紧身上衣和瑜伽裤 我倒是从来没有上前去搭讪 每次都是自己跑自己的 而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也不知道苏清雪有没有注意到自己 毕竟一直以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眼神的接触 而就在我热身之时 看向苏清雪的眼神突然碰上 我很慌张的连忙转开眼神 真是吓死了 偷看别人还给发现了 而刚刚似乎苏清雪还瞄了自己一眼 不过可能也是自己的错觉吧 过了一会我热完身开始慢跑了起来 眼神又扫到了苏清雪的位置 而这次看过去的时候 没想到苏清雪正好也在看着自己 尴尬 这下我也只好硬着头皮露出 轻笑对着冰山学姐点了点头 本以为人家苏清雪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回应 没想到苏清雪居然也朝着自己点了点头 突然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迈开脚步就朝着苏清雪追去 跑到苏清雪身边 我先是闻到一股淡淡的味道 而此时近距离地看着苏清雪 脸上正因为跑步两颊泛起红韵 学姐不介意一起吧 苏清雪喘着气淡淡吐出 随便 我有些意外 随后也不再多言 两人就紧紧地沿着橡胶跑道跑了起来 随着我和苏清雪跑了一两圈后 渐渐地我听到一些窃窃私语 那人是谁啊 怎么和苏清雪一起跑啊 不是吧 我的女神难道有主了 显然今天跑道出现的场景太过惊人 要知道苏清雪可从来都是 对上去搭讪的人不加以颜色的 而今天这个苏清雪身边的男生 居然跟着他跑了好几圈了 而且苏清雪看起来竟然没有拒绝的意思 两个人步调还非常同频 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炸裂了 感觉心中的白天鹅女神被人占据了 我自然管不了那么多 他们要叨叨就叨叨去 就在专心之时 突然脑海里响起了苏清雪的心声 烦死了 那些人真讨厌 大惊小怪的 不过小雪的 你想到身材还挺好的嘛 也不知道有没有腹肌 我微微瞟了身旁的苏清雪一眼 但没想到苏清雪正翘脸微红的也偷瞄着我 两道眼神一惊触碰立刻就撇开 真是的 干嘛突然偷看我 羞死人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发现我偷看他了 见苏清雪竟然这么多小心思 我也是绷不住了不由的就嘴角一脸 他干嘛 笑什么吗 虽然心里是这样想 但是苏清雪表面还是有一脸冰冷的没有任何表情 过了一会两人跑完步也是找了出蓝端拉伸了起来 我喝着水看着一旁正坐着拉伸动作的苏清雪 不得不说 这冰山雪姐的身材是真的好 真不知道这笑话女神平日里都是吃什么 怎么能把身材保持得这么好 一个小时的锻炼 此时天也大亮了起来 太阳的晨光照射在苏清雪的脸上 精灵的汗珠缓缓缓从翘红的两颊低落 眼眸的一丝青龙显得更加端庄 我一时间看得也有些呆了 但下一刻脑海中就响起了苏清雪的声音 这小学弟什么眼神吗 虽然人家很好看 但你这样直勾勾盯着我怎么好意思吗 看来这学弟也不是什么好人 和那些臭男生一样也喜欢盯着人看 渣男一个 我心里直呼冤枉但又不好辨解 刚刚确实是自己看得有些呆了 我意识到不妙 再这样下去等下 好不容易和学姐建立起来的好感就没了 于是赶忙向着苏清雪道 那学姐你接着拉伸 我就先走了 待会还得给我几个摄友带早餐 苏清雪也没作声 只是微微点了头 是一自己知道了 对于苏清雪这种冰山女神的人设 我的想法也很简单 既然人家对任何人都不假以颜色 那就证明她是个很高傲的女生 而事实也证明 有没有前帅不帅对她来说好像都一样 在她面前只能碰壁 那我的目的其实就很简单了 对付这种女神级别的人物 不能用那种轰轰烈烈的方式 最好的方法是在日常接触的小细节 慢慢获得她的好感 我到饭堂买了杯豆浆 就着两肉包子结束了早餐 顺便给宿舍里 还在呼呼大睡的三人也带了早餐 我把包子什么放下 就换下衣服进去冲了个凉水澡 毕竟夏天燥热运动完 一身汗黏糊糊的确实不舒服 这一边女生宿舍内 苏清雪也给宿舍里的 关子莹等人也带了早餐 不过回来的时候 他们几人也都喜欢 关子莹见苏清雪 给自己等人带了早餐 也是笑嘻戏道 宝宝真好 对了清雪 昨天小学弟不是说 她也有晨跑的习惯吗 你今天没有遇到她吗 苏清雪淡淡回应道 遇到了 一起跑了一回 关子莹瞬间两眼冒起惊心 还一起跑了 看你这表情 似乎对小学弟很有好感 她仿佛嗅到了八卦的味道 瞬间精神了起来 快说快说 该不是咱们的冰山笑花 就要融化了吧 苏清雪有些无奈好笑道 哪有啊 就是凑巧碰到一起跑个步而已了 清雪不老实用 平时那些男生搭讪 你可不见你是这话 这小学弟肯定在你心里 有很高的地位了 苏清雪回头翻了个白眼给他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呀 见苏清雪还嘴硬关子莹 也是感慨的说道 哪里没有啊 清雪你说你也真是的 好不容易上了大学 你还这么端着 再过两年大学就过完了 要是在校园期间 不能谈个甜甜的恋爱 那多可惜啊 关子莹说完突然安静了下来 而苏清雪也是微微有些触动 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苏清雪内心泛起阵阵液 心思有些烦躁起来 那自己对这个小学弟 是什么心思呢 本来自己也没想太多 但是被关子莹 这么一点不由的 也是思考不起来 要说喜欢那肯定是谈不上的 但要说讨厌那也不至于 这个学弟仿佛有一种魔力 让人考验不起来 他可知道这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其他那些追求自己的男生 都只送自己觉得好的东西 而这个小学弟我不一样 他会给自己送需要的东西 苏清雪内心默默想着 看来这小学弟 我应该是可以慢慢 给个机会接触一下 其实表面高冷的苏清雪 当然也想要谈一段甜甜的恋爱 自己平时看小说里面 那些甜甜的剧情 每次都是躲在被窝里 一脸一目笑 却只能自己夹着被子 他当然也渴望 有这么一个 让自己心动的男生照顾自己 老四偷偷摸摸都和学姐一起跑步上 手机上赫然是我和苏清雪 在跑道上的照片 只不过照片有些模糊角度 也都没有拍到正面 不过内容太过炸烈 而且亦牵涉到这个江大的冰山笑话 那自然是话题度直接拉满了 一瞬间就在校园的论坛上置顶了上去 发帖人还整了个更加炸烈的标题 江大冰山笑话名画有主 那人近视 我一脸猛 好好好 这么会写标题是吧 以后去UC上班 随后我们四人找了最后排的角落坐下 这次学校准备举办一个表演节目 身边的董元瑞可兴奋了 在下面念念叨叨的拉着我几人参谋着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 要是我上去展现个才艺 到时候那些女同学们可不就轻松拿下了吗 老四你这不趁机会表现表现 我连连摆手 别别别 这么好的机会还是给你好了 我可没那才艺 我可没那大心脏在那么多人面前表现自己 毕竟自己本身也不是什么射牛 而董元瑞自小就见过许多 难得有机会表现自己那不得好好把握 行吧行吧 那你们到时候可别后悔了 一连几天过去 这几天每天早上晨练我都能碰到苏清雪 原本还以为上次苏清雪答应自己跑只是巧合 没想到这些天苏清雪对自己的邀请居然也没有拒绝 苏清雪也仿佛默认这样的情形 现在我也很默契地不再询问是否能一起了 有时候苏清雪比较早来 他热完身就自动跟在他身边 有时候我来得比较早 那我也会放慢脚步等着苏清雪跟上在一起跑 而今天还是一样 我来的时候苏清雪刚刚热完身准备开跑 见我来了微微点头就自己开跑了 而我也是热完身之后就跟了上去 不过刚跟上来脑袋里苏清雪的碎碎念就开始闹腾起来 他脑袋里的心声就一直飘着 这呆瓜怎么还不知道要我的联系方式 笨蛋你难道没发现 你连我联系方式都没加吗 快点开口 本仙女给你一个机会加我的机会 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笨死了 每次跑步都不同时间来 就不知道加个联系方式约个时间吗 上次居然还那么晚才来 为了等你 本仙女还特意多跑了两圈呢 真是累死我了 笨蛋呆瓜 难道还得我主动开口吗 我有些好笑 不过脸色也是不动声色 也确实我接触了这么多天苏清雪 倒是一直没有加上联系方式 主要也是我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 万一等下要了 然后人家不给那岂不是很尴尬 不过今天总算是有个好机会了 半个多小时后跑完步的两人 正在栏杆处休息拉伸 我也是定了定神 有些忐忑地对着苏清雪说道 学姐 咱们好像还没加个天心呢 要不咱们加一个 苏清雪微微放慢了 动作嘴上淡淡开口吧 不好意思 我没有天心 我无语了 这刚刚苏清雪的心声 自己也是听得切实 这自己开口了 他反而拒绝了 这是怎么个事吗 正当我打算尴尬一笑 滑过话题的时候 脑袋里惊慌失措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哎呀 糟糕糟糕 习惯性拒绝了 怎么办怎么办 不小心拒绝了 不是学弟 你就不能再开口要一次吗 咋办才好 学弟我不是故意拒绝的 你快再要一次 我给你 我都给你 哎呀 等下要是学弟 以为我太难相处以后 不理我了那咋办 烦烦烦 这样整是吧 这傲娇妹子自己以后 非得好好制止她 听着脑海里 惊慌失措的可爱心声 我原本有些提着的心 也微微一松 看着眼前脸色 有些纠结的苏清雪 我想了想也是改口道 学姐你别误会 主要也是想着以后 跑步能约着时间一起 既然学姐不愿意 那就算了 苏清雪突然一声我愿意 吓得我也是一猛 微微有些猛 比且吃惊地看着 突然炸起了苏清雪 平日里古井无波的冰山 居然有这么大的情绪表现 这可是第一次见 而苏清雪也仿佛意识到 自己的表现有些夸张了 自己刚刚心里还在纠结 没想到这学弟 仿佛自己肚子里的蛔虫一样 一下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本来自己还想着 这拒绝了我之后 他以后肯定会觉得 自己太难接触 要是放弃了那自己 不是白下决心了吗 在纠结不已的时候 我突然给自己一个台阶 也就搞得自己有些情绪激动 嗨嗨 学弟你别误会 我刚刚还是看到有只虫子 吓到我了 没事 家吧 以后也方便凑好时间一起跑步 我的高冷形象 毁了 都毁了 被学弟看笑好了 他肯定在偷笑 肯定在偷偷笑我 听到这个我实在是忍不住 嘴角使劲憋住的笑意 还是不自觉地流出来 这时候苏清雪冷冷的声音传来 你在笑什么 原本还脸色泛着红韵的苏清雪 此时已经恢复冷若冰霜的样子 学姐 我只是加到你联系方式 太开心了 没忍住 而刚刚苏清雪显然是以为 自己在嘲笑他有些不开心了 还好我及时找不回来 毕竟傲娇女神的面具 还是得给他好好戴着的 虽然看冰山女神的反差很有意思 但是这种事情可及不得 看这样子应该没注意到 见苏清雪接过这时 我也是找了个话题问道 对了学姐 过些天的迎新晚会 听说你也有参加是吗 嗯 苏清雪淡淡地嗡了一声 不是 学姐你这样聊天要我咋聊 我无语 只好接着到那太好了 到时候还可以看学姐的表演 肯定很精彩 嗯 苏清雪又淡淡地嗡了一声 好好好 我裂开了 这话题展开不下去了 快跑 于是也不再多说 把瓶子里剩下的水一饮而尽 就对着苏清雪了 那学姐我就先走了 待会还得给社友带早餐 你接着拉伸吧 苏清雪还是淡淡地嗡了一声 我对此也很是无奈 这傲娇学姐真是的口闲体正直 明明自己很想要 还非要别人来开口 别人开口了 还要一丝一丝拒绝一下 这属实是给我上了一课 对付这种傲娇学姐 还有得学吗 一天的课上完 我一个人留在教室里 静静码着字 然后掏出手机 点开苏清雪的联系方式 想说些什么 但是手指点点戳戳 又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说什么 我最终还是发了一句在干嘛 结果十分钟后没人回 我一梦了 足足煎熬了这么久 这太痛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再骂骑手必是小丑 坏了 自己成小丑了 奈何想撤回已经来不及了 点开苏清雪的朋友圈 但也是空空如也的 我都有点怀疑这人 该不会是把自己屏蔽了吧 叮咚一声响起 我修了一下掏出手机 晚心激动的掏出手机一看 果然是苏清雪味的 刚在洗澡 现在我更一梦了 这自己总不能问他 为什么洗那么久了 突然灵光一闪 我想到自己和苏清雪 还是有共同话题的呀 聊跑步吗 学姐咱们明天五点半就出发 苏清雪回了一个好 我得到心碎了 这天谁爱聊谁料吧 这要是硬聊下去等下 反而适得其反 慢慢接触多一段时间再说吧 而这边苏清雪 正穿着一套粉色小熊印花睡衣 刚刚她也想和我多聊两句的 毕竟可以适当 给这个小学弟一点机会 但是她也没有和男生聊天的习惯呀 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关子营注意到了她 是在和小学弟在聊天吧 快说快说 你和小学弟进展到什么程度啊 见关子营开始八卦起来 苏清雪也是无奈辩解 才没有呢 只是约着明天一起跑步而已 关子营被苏清雪 这模棱两可的态度勾得兴趣大发 哎呀 清雪你就和我说说吗 满足满足我的好奇心吗 你是真和我小学弟好上了 没有了 只是一起跑跑步加了联系方式而已 都还没干什么呢 什么呢 我还以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 苏清雪不想再聊天了 哎呀 好了好了 快睡觉了 明天还要接着排练了 一月天蒙蒙亮我早早就起来 我早早地来到了操场 果然没一回 苏清雪打着哈欠睡眼 还有些朦胧地出现在我眼前 我见苏清雪打着哈欠的模样 感觉还怪可爱的 学姐 早啊 我朝着苏清雪的方向招呼了一声 正打着哈欠的苏清雪 顿时被吓了一跳 吓死宝宝了 刚刚嘴巴好像张得有些大了 困死了 本仙女真是严于绿脊的好姑娘 坚持保持这么久健康的习惯 我真是太棒了 内心系那么多 但事实上我能看到的 只有苏清雪淡淡的一个枣字 结束完一天的晨跑之后 我还是和往常一样 带了早餐回去 只不过今天宿舍几人 竟然早早就起来了 我一脸吃惊 稀奇啊 你们今天这么早 柳东哈哈说道 今天可是社团招星 所以早点起来准备 董元睿插了一嘴 话说老四你打算加什么社团呀 我还没想好 今天再看看了 今天的江大热闹非凡 大多出来当门面的 都是社团的高质量学姐 这把广大学弟的小心思 拿捏得死死了 我找到文学社的地方 只见两个学姐 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百无聊赖 一位女生见我朝着自己的方向 走来也站了起来 我走近才看清楚 这文学社的学姐这么好看 黄湘云两眼微微有些发亮 见我长得阳光帅气 心里微微一喜 学姐你好 我是来报名文学社的 黄湘云笑眯眯道 好嘞学弟 过来填个资料 我叫黄湘云 是你大二的学姐 被黄湘云领过来填完资料后 我有些疑惑地问道 学姐 文学社是比较少人吗 怎么就你们两个过来招心呢 黄湘云一脸忧怨道 别说了 还不都是动漫社那些学姐 把人勾走了 还好小学弟你来了 不然今天我们可一个人都招不到了 随后又笑眯眯的 就要拉我的手过去坐着聊 我有些不适应 这学姐也太热情了些吧 不经意地躲开学姐的魔爪 我假意推辞道 不好意思学姐 我待会还有点别的事情 这回也紧赶过去呢 等下次联系啊 加了学姐的联系方式后 我就匆匆逃离 实在是有些招架不住 这学姐的热情 我买了东西边走边吃 路过舞蹈室的时候 见灯居然还亮着有些意外 正常来说舞蹈室上完课 早早都关灯了 更何况现在都这么晚了 居然还有人在 我突然想到会不会是苏清雪呢 想了想对着楼上的舞蹈室 拍了一张 学姐这么晚还在练了 是你吗 不过等了好一会也没见回复 我倒是习惯了 回到宿舍后 我还是没收到学姐的消息 舞蹈室跳舞的 就算是她也不知道跳那么久了 突然我鬼使神差的 就要下床穿上鞋子 就往外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隐隐觉得 会不会苏清雪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走到舞蹈室楼下 我突然间闪了几次门 里面有人吗 闭时没有人回应 再敲了两下之后 见还是没有人回应 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应该只是有的学姐 用完教室忘了关灯而已 正准备要走里面 突然传出一道急忙惊慌失措的声音 有人 你别走 里面有人 我听到这个声音瞬间愣住 这不是苏清雪的声音吗 学姐是你吗 你待里面干啥 里面苏清雪有气无力的 门不知道为什么被反锁了 我手机也没电了 听到苏清雪有气无力的声音 隐隐带着一丝强忍的哭意 我心疼极了 这哪里见过学姐说这文句 学姐你别着急 说着就扭了扭门把手 发现确实是锁住了 想了想这大晚上的 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开锁师傅 于是对着里面的苏清雪说道 学姐你闪开一些 我只能试试把她撞开了 门后苏清雪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 好 我用力撞了几下门 总算才把门撞开 门开了之后 只见苏清雪此时正抱着膝盖坐在地上 我见状立刻冲了过来将她带了出来 虽然女生宿舍道舞蹈室有一段路 不过我还是步伐加快的胆道 门口出的宿管大妈 见我抱着个女生见状要阻止 好在我立马说道 阿姨 这位学姐刚当在路上晕倒吗 你让她的摄友接她上去 原本气势汹汹的宿管大妈 见我这么说也是不敢耽误 立刻放行 口中也担忧道 要不要去医院瞧瞧啊 没事阿姨 她是饿得不行了 待会送她回去吃点东西 补充下能量就好了 关子盈很快带着自己 另外一位摄友神色匆匆地跑了下来 呀 清雪你这是怎么了呀 我见识熟悉的关子盈也放心道 关雪姐 刚刚苏雪姐被锁在舞蹈室里面 现在整个人都很虚弱没吃东西 回去之后弄点吃的给雪姐吃就好了 关子盈听我这么说也是稍稍有些安心 不过看见苏清雪此时还是很虚弱 连忙从我身上接过 谢谢你了小学弟 今天清雪真是多亏了你 我还以为清雪是干啥去了一直联系不上 还好有你 关子盈刚刚一时太过紧张 现在稍稍冷静下来才反应过来 天啊 我小学弟居然把清雪抱在怀里 而且清雪看样子还一点都没反抗的意思 关雪姐 你们能行吧 你们的宿舍会不会楼层太高了 这回苏雪姐可能没力气自己走上去 我担心他们的宿舍楼太高 他们两个女生不好把苏清雪架上去 有心想自己把苏清雪抱上去 没事没事小学弟 我们的宿舍就在二楼而已 你别担心 关子盈旁边另外那个雪姐出口说道 看向我的眼中此刻流露出一股莫名的神色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拎着女生 只是这仔细一看不由的吓了我一跳 这不是下午那个文学社的学姐吗 刚刚自己一晃之间只是感觉到一丝丝的熟悉 这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人自己认识 只是这时候这个文学社学姐黄湘云的衣着和形象 和下午见到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一时间我才没有认出来 黄湘云见我有些意外的盯着自己看不由的清晓道 怎么了小学弟 看上学姐了吗 我听黄湘云这么调侃自己也是反应过来自己有些愣声 连连白手道 哦没有没有 雪姐不好意思 刚刚一时间没有认出你 说完转头对着关子盈说道 那关雪姐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一旁的黄湘云见我惊慌失措的样子也是哥哥倾笑 小学弟看见美女就挪不开眼睛了是吧 黄湘云竟然敢来电我的小学弟 我冤枉了 我只是走了个神而已 这雪姐自己是真的一点都琢磨不透她的心思了 我微微有些无奈告别了几人 自己就朝外走去 我边走边想 也不知道雪姐她们宿舍有没有什么吃的 要是宿舍正好什么都没有 那岂不是苏青雪今晚只能凑合吃点零食 那等一下也太不健康了吧 想着想着我就走到了校门外 我记得有一家汤粉店吃了碗汤粉来着 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开 想着便快步跑了起来 还好没关门 老板给我整份汤粉 很快汤粉就煮好了 我拿上就快步慢跑回去 我又回到了女生宿舍这里 对着门口的宿管大妈礼貌道 实在不好意思 阿姨可能要麻烦你一下 可以帮我把这汤粉送到刚刚那位学姐的宿舍吗 宿管大妈见着小伙子模样长得清秀 而且做事也周到 不由的也是心生好感到 你这小伙子 看你这紧张样子 那妹子应该是你女朋友吧 我摸摸头善善笑道 没有没有 那是我一学姐 只是担心他们宿舍这时候没什么吃的 等下再饿到可能就真的不行了 宿管大妈一脸了然于胸道 行了行了 拿来吧 我现在就拿过去 说完宿舍大妈就拿过我手里的汤粉 向着苏青雪所在的宿舍楼走去 我原本还担心着汤粉买回来不好 送到人家手上 没想到这宿管阿姨这么好说话 微微悬着的心也是松弛了下来 看了看手机 这一通忙碌下来居然已经十二点多了 另一边回到宿舍后 苏青雪才如是重负 青雪 真是对不起 我也没早点察觉到你的情况 害得你被关了一晚上 关子莹有些惭愧的说道 没事没事 也是我自己不小心 我现在好饿 宿舍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苏青雪有些虚弱的说道 此时回到宿舍后 原本就饿得不行的肚子 更是咕咕叫得不行 手脚此时也都软乎乎的 哎呀 糟糕 宿舍好像都没什么吃的了 我看看 好像只剩下两包麦片了 关子莹有些无奈 平时宿舍吉女都是减肥 也从来不馋嘴吃什么零食 哎 现在这么晚了 也不知道外面还有什么吃的 青雪 我先给你冲个麦片吧 我再去问问 看其他宿舍有没有什么吃的 去找点来 不要麻烦了 这么晚了都 别人肯定也早都睡觉了 苏清雪实在是不想麻烦别人 何况现在都这么晚了 其他人哪有在这时间还不睡觉了 但是关子莹不肯坚持说道 你都饿成这样了 这一点麦片怎么能够 等下身体出问题了怎么行 而一旁的黄湘云健壮也是说道 我去问问看吧 你在这照看好清雪就好了 说着黄湘云就向门外走去 结果去敲了几个门 大多数人都睡着了 好不容易拉起来几个 也都说宿舍哪有零食 最终也只是找到了一些巧克力和饼干 不过这样也好了 至少都是高热量的食物 可以先垫垫肚子 其他的明天再说了 正当苏清雪喝着麦片的时候 宿舍门竟然被敲响 三人有些疑惑地互相看了一眼 这都多晚了 怎么还会有人来敲自己宿舍的门 黄湘云起身去开门 门口的正是宿舍大妈 此刻正笑盈盈地走进来 手里提着的透明袋子 正装着一份汤粉 原本饿得咕咕叫受不了的苏清雪 看见这个也是眼神微微一亮 阿姨太谢谢你了 这么晚你怎么能弄到这个的 关子盈一脸惊喜连连道歇 没想到宿舍大妈 对自己等人这么好 居然还体贴地想到 自己宿舍里可能没什么吃的 这时候送来的汤粉 无异于雪中送炭 而一旁的黄湘云 也是微微有些意外 要知道这宿舍大妈 平日没事可不会关心到这份上 顶多就是点头打招呼而已 自己宿舍也没有说 和这个宿舍阿姨的关系 好到这种程度吧 见警员有些误会 宿舍阿姨连连白手说道 哎哟 你们可别误会了 这可不是我打来的 是刚刚送你回来 那个小伙子给你买的 哎 这小伙子也真是的 这大晚上的估计 是专门跑到外面去买的 也真是有心了 我看他急急忙忙地 跑得一头汗了 那小伙子是你男朋友吧 看来是很关心你啊 见宿舍阿姨 这么一说几人才恍然 原来是我去买的 苏清雪心里泛起怜 一很是感动 没想到这个 我小学弟这么细心 为了自己还专门跑来跑去的 而且今晚要不是有他 自己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只是宿舍阿姨的调笑 自己也是害羞的脸颊微虎 低着头不敢说什么 行了行了快吃吧 别饿着了 我就先走了 宿舍阿姨说完就走得出去 顺便还把门给带上 而关子莹此时更是感慨道 清雪啊 今晚真的是多亏了小学弟 要不是他还真麻烦了 而且没想到哎 小学弟人还这么细心 居然还专门跑出去给你买试的 太体贴了吧 关子莹此刻两眼闪亮 实在是我今晚这波操作太厉害了 这么细节换谁谁不明 言语间对我不断夸奖 此刻对我的好感也是直线上升 原本关子莹就对我挺有好感的 也一直鼓励苏清雪接触接触我 现在看来是没错的 现在看苏清雪的样子 显然也是芳心乱颤 被关子莹这么调笑 苏清雪也没有否认 只是红着脸低头肝反 而一旁的黄湘云听着关子莹这些话 也是眸光一亮 黄湘云原本今天只是见着小学弟 看着顺眼而已 刚刚下楼的时候发现 居然是我也是有些意外 而接下来我为苏清雪做的这些事情 她也是羡慕的不行 不由的对她更感兴趣了起来 苏清雪咕噜咕噜的就把眼前的汤粉吃完 终于才露出满足的神色 黄湘云此时饶有兴趣对着苏清雪问道 清雪啊 这小学弟是在追你吗 你这是答应他了 苏清雪见黄湘云这副表情 突然有一丝微微不妙的感觉 但是嘴上否认道 才没有呢 只是认识而已 这小学弟我看挺有意思的呢 清雪你要是不喜欢 那我可救 黄湘云见苏清雪一脸傲娇嘴硬的样子 不由的浮起了调侃的念头 而苏清雪听她这么一说瞬间有些后悔 但是又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底气微微有些不足的说了句随便 不知道为什么她听见黄湘云对我感兴趣 心里微微有些不舒服 仿佛像是小时候心爱的玩具要被抢走的感觉 但是傲娇的姿态又不肯放下 此刻纠结的不行 好在关子营开口道 哎呀 湘云你就别闹清雪了 小学弟可是追了清雪很久了 说完又突然想到什么接着问道 哎对了 湘云 看她今晚的样子你们是认识 是啊 今天不是社团招星吗 见她要加入文学社 这不是我正好再就认识了吗 行吧行吧 那既然小学弟心有所属 我就不横插一脚了 本来还想深入和她交流交流的呢 听到黄湘云调笑的话 苏清雪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竟然微微一松 在学校里黄湘云可也算得上是女神人物 和苏清雪不同 苏清雪走的是高冷冰山路线 对谁都不以颜色 而黄湘云则是热情似火 追求者也是众多 平日里经常被人约去吃饭 收到的礼物更是数不胜数 总之来者不拒 苏清雪躲在被窝里想着 要是这黄湘云去接近我 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喜欢上她 等下万一给黄湘云勾去了魂 那岂不是自己什么都没了 苏清雪此时恐怕自己都没察觉 自己对我的内心变化居然到了这程度 她都不知道今后要怎么面对我了 今晚自己囧态摆出丢脸丢尽了 肯定会被我取笑 苏清雪拿起手机打开和我的聊天对话框 看到江城给苏清雪发的信息才有些谎 看来是看自己没回信息一直记挂着呢 心中流过一丝暖流 嘴角不自觉地勾出一抹糊度 苏清雪想了想 手指悄悄打打给我发去一段话 今晚的事情谢谢学弟了 汤粉很好吃 信息发出去之后就等着对面的回心了 结果半小时后 苏清雪看着还静静的手机没有一下震动 苏清雪内心复杂地睡不着觉 翻来覆去的脑海里胡思乱想着 这么久还不回我 生气气 难道是今晚苏清雪的行为被我瞧不起了吗 呜 明天要面对学弟啊 要不明天不去跑过了 不行不行 要是明天不去的话 他肯定还以为我躲着他 苏清雪脑袋里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 甚至都开始挠不起小剧场了 而等了好久也还是没听到手机的消息 终于困得不行 迷迷糊糊睡了过去 手上还握着手机 而这边我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悄悄咪咪的回到宿舍 洗完澡躺床上后我还精神的很 脑海里一直浮现刚刚的场景 掏出手机手机一看 居然有两条未读消息 还是苏清雪的 我突然心脏加速了两拍 有点忐忑地点开了聊天框 原本还担心该不是学姐痛批自己的内容 结果一看 今晚的事情谢谢学弟了 汤粉很好吃 明天还跑步 六点集合 没想到苏清雪居然一直等自己恢复 还约着明天跑步 好的学姐 明天我等你 发出消息之后我就沉沉睡去了 这边女生宿舍了 苏清雪手里握着的手机微微震动了一下 本就睡得还不是很深的苏清雪迷迷糊糊的醒来 点开一看是我的恢复 不满的嘟了嘟嘴 什么慢 这么慢才会忘 害我等那么久 见我答应明天一起跑步之后 自己也安心地接着睡去 一月天懵懵亮 我又一次在闹钟响前两分钟醒来 打了的大哈欠就悄悄地下床洗漱 打开手机一看五 四十五 我下了楼见苏清雪竟然已经走了过来 我很有些意外 原本还以为自己要等了 没想到这要巧 好巧啊学姐 你这么早 苏清雪此时微微有些异样 其实自己刚刚早就到了 躲在男生宿舍后面一点的位置 看到我下来才假意自己是刚刚出来 不过他才不会承认自己是提前等他的呢 内心碎碎念活动了起来 很好 他没有发现 我才不会承认是刻意等他的呢 我见他淡淡地点了点头 内心却一脸傲娇的样子 跟个小孩一样 很可爱 不过我刚刚扫了一眼 发现今天好像苏清雪有点不一样 具体哪里不一样又有点说不上来 而苏清雪见刚刚我眼神微微有一丝闪动 还以为是他发现了自己今天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自己可是早早就起来稍微收拾了一下 化了个小小的淡妆 本就精致的俏脸更是美艳几分 自己可是等着我好好夸夸他呢 结果这家伙看了一眼之后跟没看见一样 啊 气死我了 这个鱼目脑袋 对我今天还提前这么早起来打扮 你居然一点表示都没有 难道我今天不漂亮吗 给你三秒钟时间 现在立刻马上夸我 我脑袋急速转动 那啥 学姐 今天你好像有点怪怪的 苏清雪眼神清冷地看向我 感觉你今天怪漂亮的 我有些不好意思吧 随后又觉得甘大不已 这土味情话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 果然苏清雪那双明眸微微翻了个白眼 有些无语的冷哼了一声 随后快步朝前走去 我苦涩 果然我没这天赋 把人都吓走了 只不过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苏清雪此时竟然嘴角一动 脸颊微微浮起一丝红月 刚刚她也是有些错误 没想到上一秒还在想下一秒 这小学弟我就跟心有灵系一样 苏清雪内心狂喜 虽然很土 但是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开心 心中的小雀跃使得她脚步也轻快了许多 原本我还想偷听偷听 自己这讲完土味情话后 人家学姐是什么想法呢 只是学姐快步走开 自己也没机会听见了 毕竟距离有点远 好像这偷听心声的能力就没了 两人一起热身完之后 就开始慢跑了起来 今天跑起不来 我很明显感受到有一股不一样的味道 学姐在旁边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很好闻 而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我微微一侧目看过去也是心神一样 而一旁的苏青雪剑我偷偷瞄自己 又慌慌张张地躲开的样子也是心理一喜 毕竟当一个女生特意为你化妆打扮自己的时候 她肯定也是希望能得到夸赞的 而且一次夸赞肯定不够 越多她就越开心 就算是重复的那也都会让她心里狂喜 尽管脸上会表现得很嫌弃 但是谁让女生就是这么一种 口闲体正直的生物呢 而夸赞不一定的是嘴上的言语 你偷偷摸摸地偷看 也是对她打扮的一种肯定 当然了 这景线对她有好感的人 如果是换成之前追求她的那些甜果 那就当我没说 真是的 人家这么好看吗 一直偷瞄人家 害羞羞 学弟还怪可爱的吗 虽然情话听起来吐吐的 我见此事见苏青雪嘴角带笑也是不由的疑问 这还真是少见的 苏青雪笑得这么甜的模样 半个多小时候我喝着水 眼神朝着操场上到处打量 自从上次被苏青雪内心鞭打之后 我也意识到 这学姐在拉伸的时候 确实不是很适合直直地看着人家 毕竟确实有点失礼了 人家学姐和自己也只是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而已 盯着人家出神 那肯定一下就引起别人的排斥厌恶了 所以这段时间的跑步我都很主动了 眼神躲开苏青雪在拉伸时候的傲人身材 呆瓜学弟 真是笨死了 你就是个鱼目脑袋 我实在是绷不住了 这左右拉扯自己真被拉扯骂了 于是敲咪咪的偷偷朝后看去 假装就要看另外的地方 只是我眼神转去的时候 正好直直就碰上了苏青雪也看着她的眼神 糟了 偷看抓个正着 而苏青雪也没想到自己才想着的事情 下一秒我又看过来了 不是 这小学弟怎么精准的做自己心里想的事情 真是我肚子里的灰虫 苏青雪愣了一秒马上转开眼神 而我也是刚大的眼神马上抬向上空 假装看刚出生的太阳 只是演技看来相当拙劣 而我也是意识到自己要稍微注意一些了 每次自己都能预测苏青雪的想法 次数多了苏青雪肯定也会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万一要是自己这能力暴露了 那岂不是 想到苏青雪破房的样子我不禁挠不出 苏青雪呲牙咧嘴的朝着自己咬来的场景 不行不行 我马上甩了甩头消灭心里的胡思乱想 学姐 那我就先走了啊 我见时间差不多了也准备开溜了 毕竟每次自己都是提前先走 学姐好像也没有要和自己一起走的意思 所以自己就还不如主动先走 免得学姐等下是不想和自己走在一起回去 毕竟现在校道上的人也多了起来 我猜测可能是学姐不想和自己走在一起给太多人看到吧 毕竟自己和她也不是什么男女朋友关系 所以还是主动点的好 不要凭声惹学姐厌恶 原本我还以为学姐还是会像往常一样 微微恩一声事已知道了 所以我说完转身就走了 而我没听到苏青雪好像是不是叫了自己一声 你等一下 苏青雪见自己叫我 而我跟没听见一样不由得有些急了 稍稍大声了一些 江城你等一下 我微微有些疑惑地回头 此时已经走出一段路了回头看着苏青雪 只见她竟然朝着自己小步跑来 怎么了学姐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也是疑惑 也想不到苏青雪找自己还能有什么事情 昨天的事情谢谢你 今晚请你吃个饭 你有空吗 苏青雪微微有些不习惯地说道 这还是她人生第一次邀请一个异性吃饭的 这种事情居然发生在自己身上 她也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而且我在送自己回来之后 还很细心周到地想到自己没吃的 专门折腾到校外去打了个汤粉给自己 要说不敢动那肯定是假的 苏青雪也有感觉到自己对我的心态开始有很大的变化 然而我的回应苏青雪瞬间猛了 那太好了学姐 我宿舍几个摄友也一直想和学姐宿舍联姻呢 我其实是误解了苏青雪的意思 在她的理解里 苏青雪应该只是要表达一下自己昨晚的帮忙 但是苏青雪这么高傲的女神 应该也不是要单独和自己吃饭的意思 估计就是像上次一样 人多多的 也比较好自处 想到自己宿舍那个几个家伙 要是得知自己给他们整个拨大的 那不得一生一个异负 只是在我这么一说苏青雪瞬间脸色异了 我突然脚趾一紧 这这这 这是咋了 怎么突然有点冷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我有些害怕的试探道 实在是此时的学姐 变脸太快了 突然就冷冰冰的吓死人了 你就是个大木头 笨死了 谁要和你那些摄友吃饭 难得本姑娘鼓起勇气 你气死我了 苏青雪内心狂骂 表面却冷冰冰的回道 算了 不吃了 说完就迈着大长腿往回走 学姐 那啥 我刚刚说错了 要不就咱们两个去吃 我意识到不妙 糟糕自己好像又会错意了 跟上正快步走远的苏青雪嘴上 有些焦急的说道 不吃了 不饿 得到的还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应 不饿 我说的是现在吗 不是你说的晚上吗 我妈了 也意识到这好事给自己整吴了 呜 裂开 我见苏青雪有些冷冷的 不想搭理自己的样子 也就不继续劝了 好吧 看来这次是搞砸了 然而苏青雪见原本还跟在自己身边的 我突然停下脚步 也是微微一愣 不是 你就劝这两句 你再劝两句呀 倒是 快上来再劝两句 本姑娘就勉勉强抢答应了 那自己还要不要面子了 这就像是情侣吵架 女生假装生气朝前走去 要是这种时候 还回头看看男生有没有追上来 那只不一下就破功了吗 苏青雪不好意思回头看去 只好微微放慢脚步 想着我不至于追不上自己 只是等了一会还是不见我身影 气死了 这笨蛋将成 不理他了 只是内心这么想 但苏青雪还是不由自主地回头看去 只见我离着自己身后很远的地方跟着 在自己看过去的时候 我的眼神也是一愣 试图露出一个笑容感化苏青雪 我还以为是苏青雪回心转意了 结果苏青雪转头一看 见我竟然还刺着牙朝自己笑 好啊 嘲笑我 那我走 苏青雪犹如一个破坊的小媳妇 原本刚刚自己还装得好好的 现在自己这一回头 不仅气势没了还给嘲笑了 苏青雪气得一跺脚 哼的一声就快不跑走了 我只是散发出善意的笑容啊 怎么还反而更生气了 搞不懂 是真搞不懂啊 这好端端的一次笑话 感谢请示范 给自己硬生生整没了 看来自己这就算有偷听心声的能力 也实在是搞不懂这女人的想法 关键是有时候这女的还心口不一 这怎么整啊 这边我还是像往常一样 给几个一子买了点早餐就回去了 看来自己这就算有偷听心声的能力 也实在是搞不懂这女人的想法 关键是有时候这女的还心口不一 这怎么整啊 这边我还是像往常一样 给几个一子买了点早餐就回去了 而苏青雪回到宿舍后 也是稍稍冷静了一些 不由的也是反思了起来 刚刚自己不是打算请她吃饭 感谢一下她的吗 怎么搞成这样子 苏青雪也是意识到自己这傲娇性子发作 哎 看来只能下次了 都怪学弟太笨 就是他的错 自己从来也没有邀请过男生吃饭 好不容易做好了心理建设 这第一次居然就是这样的结果 真是打破了心理浪漫的期待 回到宿舍后我冲了个凉水澡 一上午的专业课上往我手机里震动几声 一看居然是黄湘云发来的消息 小学弟 待会一点过来202阶梯教室这里 咱们文学社的新人都来集合认识认识 不准迟到游 好的学姐 我简单回复 这加入文学社肯定之后 是会经常有社团活动什么的要集合 不过想到那黄湘云学姐 我也是不由得有些无奈 她感觉这学姐太过热情了 讲话的时候 还老是要跟自己制造身体接触 实在是太不习惯了 虽然漂亮学姐这么主动 但是我反而有些吃不消 心里不由得也想到 也不知道这学姐 对别的男生是不是也这样 来到学姐说的教室 我到的时候里面还没什么人 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12 40 自己提前的似乎有点早了 只有三人零零散散分别坐在教室各处 看来都互相不认识 见三人看向自己 我微微点了点头 示意打了个招呼 找了个教室最后排的位置坐下后 过了一会教室逐渐来了许多人 本来安静的教室也变得喧闹了起来 我目测这文学社的人也真是不少 一眼看去确实没什么漂亮学姐 大多都是文静文静的女生 好吧 难怪也没什么男同胞来 不过我有些想不明白 这文学社不还有个黄湘云吗 这好歹也是和苏清雪差不多级别的美女吗 这文学社不应该也是聚着一堆追求者吗 实际上是我想差了 先不说黄湘云本来就很少在这里露面 而且这文学社也就黄湘云一个美女学姐 那动漫社可是一堆会COS的小姐姐啊 这广大男同胞们该怎么选择肯定有数呀 过了一会黄湘云迈着小步走了进来 一进来原本还有些吵闹的教室声音 显而易见的小了许多 眼神纷纷不由自主的都忘了过去 看到藏在最后一排的我时 那双好看的桃花眼隐晦地朝着我的方向眨了下 我正好对视了过去 有些不自然地撇开眼神 而那些新来文学社的学弟们被黄湘云这一身打扮 纷纷吸住眼神 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呆了 随后就是黄湘云在台上大致讲了些有的没的 然后就让大家一一上去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相互认识了一下 过了一会突然有人看着窗外窃窃思雨了起来 我见下方好多人都看着窗外还以为有什么事情发生 看过去只见一个输着油亮中分 手捧一大束玫瑰花的精神男子正站在门外 一脸痴情地看着黄湘云所在的位置 我猛了 不是 这家伙不是那个第一张的时候遇到的那个背带库学长吗 这油亮的中分 这油腻的笑容 这熟悉的玫瑰花 好好好 直接一整套复制粘贴转站另外的学姐了是吧 而显然黄湘云也看到了门外的这个学长嘴角微微一抽 内心暗骂 这油腻男怎么还黏上自己了 上次就送口红送香水了 时不时就抱着一束花来 虽然自己也很喜欢受到这些男生的追捧 这会让他觉得很愉悦 但是这油腻学长前段时间还大张旗鼓地追溯清雪 现在一转头就来追自己 真把自己当什么了 等教室内的事情办完 黄湘云让大家都可以散了 拉了个群 通知以后有什么活动会在群里告知的 然后拿出手机 修长的手指敲了几下之后就看向我的位置处 眼神一有所指 我手机也随着震动了一下 学弟先别走了 待会找你有事 黄湘云发完消息后就走了出去 那油亮中分学长见黄湘云出来也是笑容满面 湘云你今天真漂亮 说着就把手里的玫瑰递了出去 黄湘云内心默默吐槽 脸上还是抢挤一抹笑容 学长谢谢你的心意哦 只是我对玫瑰花过敏 学长难道你不知道吗 而且你看 这里很多都有点枯萎烂掉了 油亮中分学长显然有些错愕 黄湘云打断 再说了 苏清雪不喜欢的东西 学长你觉得我会喜欢 学长你该不会也不知道 我和清雪是一个宿舍的吧 你追不到他就来追我 你把我当什么了 心意很好 下次不要再有了又学长 油亮中分学长如遭雷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湘云 踩着高跟鞋搭搭走远 我在里面看着直乐 好家伙 这学长真是大心脏 专挑难度max的去挑战 只是这学长不知道 他追的两女生都是一个宿舍的吗 这么尴尬的事情 要是万一真给你追上了其中一个 以后另外那个没追上的时候 这人以前追自己我没看上 没想到你居然会喜欢这种货色 那不是分分钟破大房了吗 黄湘云气的也就是这个 苏清雪看不上你 你以为我就会看得上你吗 真以为有点小钱就了不起啊 呸 下头难 见黄湘云走了出去 自己也跟着起身走了 刚刚我也看见了黄湘云联系方式 发给自己的话 也不知道是要说些什么 追了出去的我见黄湘云 正在前面一棵树前 俏丽看着自己 见我朝自己走来 黄湘云也是露出一抹喜色 学弟这儿 学姐怎么了 怎么专门叫我留下 没事就不能叫学弟一起走走啊 黄湘云也没什么事情了 就是上次你大半夜送我回去 我想请你吃顿饭谢谢你 我见黄湘云这么说 也是恍然随后白手拒绝 吃饭就不用了学姐 那天晚上也只是顺路而已 你不用太放在心上 黄湘云见我一副无奈的样子 佯装生气道 怎么 看你的样子是很嫌弃学姐吗 学姐 这话是怎么说吗 我自然是不想和黄湘云单独在一起的 不然等下万一要是给苏清雪看到 搞不好要是弄出什么误会了 但是此时见黄湘云这架势 又有些不知道怎么应对 这学姐就差差着腰生气气了 黄湘云见我这样突然坏笑道 学弟 我听说你是在追清雪是吧 我可是和清雪一个宿舍的 你要是不答应我 我在清雪面前讲你坏话 好好好 学姐涉猎很广啊 这黄湘云不按套路出牌啊 正纠结不已的时候 我突然灵机一动 突然想到这黄湘云学姐 不是和苏清雪一个宿舍的吗 而且关子营也在 那自己不是可以顺势约着两边宿舍做个联谊 不仅可以给自己几个好大人们谋福利 还能借机和苏清雪见面一起吃饭 而且还能避免和黄湘云单独相处的尴尬 机智 我简直太机智了 想到这我为难之色一转笑道 学姐 要不这样吧 正好学姐咱们两边宿舍搞个联谊 上次清雪学姐和关学姐 也有和我们一起吃过饭吧 不过上次没遇到你 这次正好大家认识一下 黄湘云瞬间人也妈了 好好好 本学姐还是第一次主动约男生吃饭 你明明 居然还要带上别人 她是真没想到 浙江城居然能拒绝得了自己的魅力 可这我居然还一脸不情不愿 要不是自己威胁威胁甚至还要果断拒绝 怎么 本学姐很不堪吗 让你这么多周王 不过我越是拒绝此事黄湘云就越是坚持 她感觉非得让小学弟好好见识下自己的魅力 不过眼下见我这么说黄湘云也只好无奈答应 行啊 上次就听子莹说你们有一起吃过饭 只是我正好不在 这次就认识认识了 我见黄湘云不再纠缠瞬间也是一喜 太好了 自己果然机智 一举三得 等自己回去把这好消息告诉那几个好呆 那不妥妥的亲爹将士 好 学姐 那我就先走了 那今晚再见了 我事宜要走 黄湘云摆摆手 去去去 我回到宿舍见三人正热火朝天的打着游戏 我拍拍手嗨嗨两声 见没人搭理自己又大声说了句 那个我说两句啊 三人头也不回 有啥事就说 董元瑞头也不回手上霹里啪啦在键盘上敲击 我见自己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又说道 行吧行吧 本来还想着和你们说和女生宿舍那边联谊的事情 既然你们都那么忙那就算了 咔嚓 三个不可置信的大脑袋转了过来 三人一脸惊讶转过来眼神死死盯着我 随后董元瑞说道 真的假的 义父 此言当真 我见三人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轻壳一声 哎呀 今早跑步脚怎么有点酸呢 义父 你尽管吩咐 柳东一马当先已经靠我身上了 一双大手捏着我的腿 脸上铲眉之意简直溢出来了 我一脸嫌弃推开 随后接着说道 刚刚黄湘云学姐答应拉上他们宿舍一起和咱们联谊 待会晚点六点咱们就到校门口集合 话音刚落得到确定答复的几人 瞬间跟马龙一样兴奋地欢呼了起来 翻箱倒柜看看找哪套帅一点的衣服 今晚好好经验一下学姐的心 不过见几人分别翻箱倒柜找衣服 待会自己也得洗个澡什么的好好收拾收拾 给苏青学个好点的印象 这边男生宿舍热火朝天地折腾着 而女生宿舍这边黄湘云正在和宿舍其他三人也说着呢 原本回家有事的何欣怡也是刚回到宿舍 见黄湘云居然对这小学弟这么感兴趣也是有些意外 还张罗起了两边的宿舍联姻 奇怪了 这学弟江城不是在追清雪吗 而关子银和何欣怡听黄湘云说是小学弟江城邀请的 本着对他的印象还不错自然倒是答应了下来 就只有苏青雪听到之后没有吱声 在那静静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黄湘云见状里了一下病角的发丝 带着一股莫名的笑容对着苏青雪说道 青雪啊 这小学弟不是在追你吗 怎么 你不想去吗 要是不去的话那也不勉强了 我们三个去也可以的了 苏青雪见黄湘云这么说也是脖子一稿 谁说的 我要去 苏青雪微微有些不爽 知道在追我你还掺和什么 这江城也真是的 邀约我吃饭就直说吗 干嘛还要经过黄湘云 他看到黄湘云正模样有一股质问 他是不是喜欢我的冲动 但是想了想不敢这么干 那这不是就暴露自己也喜欢他了吗 才不要呢 明明就是我先喜欢的自己 得让他来追着自己才行 心里有一种隐隐的威胁感 毕竟黄湘云平日里本来就会打扮自己 而且性格比起自己也好多了 不像自己只会冷冰冰的 要是自己来选自己肯定都选黄湘云这种类型的 苏青雪觉得要是黄湘云也喜欢上了江城 那就干大了 摇了摇头心里不再想 突然心里产生一股念头 今晚一定要好好打扮打扮 让那江城知道自己才是最好看的 想到这苏青雪收拾了一下准备去洗个澡 然后化个美美的妆 时间很快就临近了 而男生这边四人早早的就在这等着了 竟然足足提前了半小时 原本我一般赴约确实都会提前 然而这次是硬生生被董元锐拉着提前了半小时 美其名曰 等下万一女生提前十分钟来了 看到自己等人比他们更早 那不妥妥印象分拉满 董元锐还很骚包地喷了几下他那个价格不菲的香水 其余两人见董元锐居然还有着作弊武器 纷纷也是厚着脸皮要喷点 结果就是三个人现在站在一起 胃相当冲 我不禁怀疑这待会真不会吓到雪姐了 校门口处几人瞧手一判 时不时拿着手机瞧瞧看自己的发型有没有乱 生怕今天这躁动的晚风给自己吹乱了 随着时间的临近 我也微微有些紧张了起来 也不知道今晚雪姐会是什么打扮 好期待好期待 来了来了 老二柳东突然激动到 几人抬眼望去 只见迎面走来似到亮丽的身影 我的眼神一下就锁定在了中间的苏清雪身上 今天的苏清雪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模样 以往不管是跑步还是其他什么时候 都没见苏清雪有做什么打扮 就算有也只是微微的一个淡妆而已 而今天他明显是精心打扮过的 身上一件白色的设计款连衣裙 短裙下露出的雪白大长腿踩着一双小白鞋 本就一米七多的他更显腿长 至于其他三人我也只是微微扫过 关子盈他们几人也是明显看出来有精心收拾一下 散发着一股青春洋溢的活泼 董元睿三人也是看得呆了 连忙正了正身子露出一副自信的笑容 但其实也只是强装镇定 纷纷想着待会和雪姐的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好 压了压内心的悸动 我走上前 我看三人一脸紧张 没办法自己毕竟还稍微和他们熟悉一点 只能自己来打开局面暖暖场先了 雪姐你们来了 苏清雪见我先是朝着自己打招呼 内心不由得有一些小小的雀跃 不过脸上还是冷冰冰的维持着高冷的人设 眼神微微的朝着黄湘云的方向瞥了眼 内心波涛起来 小雪弟可是先和我打招呼的 今天可是为了你好好打扮的 我见有点干 马上拉着几人互相介绍了一下 总算是打了的寒暄 不过在校门口也不好交流 几人约着去吃自助烤肉 随后就打了两辆车分别出发了 聚会的地点约在步行街一处烤肉点 档次不算太高 就是普通步行街里面的自助烤肉 最适合大学生了 原本董元睿还想着不能太掉档次 不过我一方面觉得费用也确实不定 自己这帮大学生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差不多就行了 到了餐厅 还好黄湘云和关子盈两人 都是比较活泼热情的人 在配合我聊上几句之后 气氛也逐渐打开 街上话的几人也总算不像 开始那样闭脉沉默不已的 加上之前关子盈 其实也都和董元睿几人见过 此时也不算太陌生 聊着聊着气氛也是火热了起来 而坐在角落的苏青雪 见他们聊得火热 自己却一句话也差不上 脸上微微有些不自然 但是碍于自己高冷的人设 却又不好开口主动去说什么 于是就尬在那看着几人聊得开心 特别是看见我和那黄湘云聊得 说说笑笑不由得更烦了 手上筷子夹着肉小口用力咀嚼着 仿佛这肉是我一样要用力咬痛我 还说喜欢我 这么半天就不和我说一句话 咬死你 不会是我拒绝了小学弟 他生气了才不理我吧 糟糕了 都怪我那天太端着了 想吃肉肉 那个烤肉好香啊 我听到苏青雪心里的想法 也是立刻收住 刚刚自己也只是看场面 太冷的把场子热起来 现在看来自己宿舍几人 和几个女生也都聊得开心了 那自己自然就可以不用那么着急了 而且学姐还不开心了 这么可爱的学姐当然是要哄的了 把快要烤好的肉加了一片 朝着苏青雪的碗里递过去 来学姐 这个烤肉刚好 你试试 原本内心嘀嘀咕咕的苏青雪 见我突然给自己夹肉 不由得愣住了一下 青雪愣着干嘛 人家小学弟给你夹肉呢 一旁的关子营见苏青雪愣住 不由得拍了拍脸色带着调笑 苏青雪双手把碗拿起来 好让我能把肉放进碗里 嘴里轻声道了句谢谢 几人见我居然直接了上去 也是微微起哄 关子营适当地助攻了一句 小学弟啊 还叫青雪雪姐呢呀 都这么久了还学姐学姐的叫 不知道还以为多生分呢 我善笑摸摸头道 那样叫太亲密了些 太唐突了 而且等下苏青雪姐不喜欢 关子营翻了翻白眼 随后拉着苏青雪的胳膊倒 青雪哪会介意吗 她巴不得了 苏青雪此时脸颊微红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烤肉热的 被关子营这么一说 原本遇到这种情形的 她肯定是会果断不理睬这种玩意 但此刻却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嘴巴掌她身上 我又管不着 随便 讲完之后 苏青雪本就热热的脸 更是红了几分 还好此时是因为 有烤肉的热气作为掩护 不然自己肯定就暴露了 应该没被发现吧 现在脸好热呀 肯定不是害羞 只是太热了而已 真是的店家也不把空调开两点 热死人了 心里微微有些不自然的同时 眼神假装瞟向我 想看看自己说完这话之后 我是什么反应 原本我还以为 关子营这么一折腾 待会苏青雪还会很干大 没想到竟然冒出这么句话来 怎么苏青雪这突然 对自己有些不一样了 好像变得有点喜欢自己 我不是很相信 对于苏青雪内心的嘀嘀咕咕 我本来还以为是 女生的口是心扉 然而现在我不会了 苏青雪发出这样的信号 自己也猛逼了 而这时候苏青雪 又正好把眼神对了过来 两人的目光就这么在空中相遇 一时间居然也没有躲开 就这么愣愣地看着对方 过了一会我才不好意思的 嗨嗨 雪姐快吃吧 那肉要冷了 苏青雪见我这么说 也是害羞地低下了头 扒拉起碗里的烤肉 只是脑海里还嘀嘀咕咕着 什么呢 还叫雪姐 叫青雪 不准叫雪姐 真是笨死了 就是个大木头 两旁的人见状也不再调侃 毕竟都知道苏青雪的脸皮 薄又傲娇的要命 差不多就行了 关子盈一脸调笑看着我 眼神仿佛在说着 嘿 雪弟还不感谢我 这助攻有说法吧 我也是微微笑了下回忆 刚刚确实是多亏了关子盈 没想到高冷傲娇学姐 竟然不小心露出真面目 还真是细气 一顿饭吃着吃着 竟然过了一小时了 等董元芮要去买单的时候 才得知已经有人买单了 等回来才一脸疑惑地 看向我三人 你们把单买了吗 这时候一旁的关子盈 才出声道 我刚刚去买过了 上次你们请我们吃 难道你是不想 下次请学姐们吃饭了 没有 董元芮被黄湘云这么一说 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拍了拍她肩膀道 没事了 那就下次再约学姐们 请回来就是了 吃完饭几人打了车就回去了 在校门口八人边走边说 柳东对着他们问道 对了学姐 听说明晚的迎新晚会 你们都有上台表演吗 关子盈笑盈盈回道 是啊 明天晚上舞蹈社有节目的 我们几个都会上场的哟 这时候黄湘云插入道 到时候记得好好看哟 有惊喜哦 说完黄湘云俏皮的 对着我眨了眨眼睛 黄湘云可不会和他们说 明天舞蹈室的成员 会有一场热舞 到时候肯定燃炸全场 微微卖了点关子 先掉一掉学弟们的胃口 等明天看到的时候 肯定大吃一惊 我笑了笑表示期待 不准和他说说笑笑 苏清雪的嘀嘀咕咕 适时的响起 不过我也没有理会 不能每次都精准的猜测 到苏清雪的想法吗 等下起疑了咋办 而董元芮几人听说 有惊喜也是期待了起来 这时候他才说道 学姐明天晚上我也有表演 嘿嘿 到时候你们看到肯定也喜欢 是吗 没想到学弟你也有才艺啊 那明晚我们可就好好期待了 几人一路走来 哈哈笑谈着很快就到了宿舍去 于是就各自分散回去了 女生宿舍几人也是在聊 关子营八卦的问道 清雪 看来你现在对小学弟很不一样哟 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上了吧 苏清雪有些害羞 但也不反驳 只是轻轻拍了下关子营 原来是真的呀 不容易啊 小学弟还真是厉害 居然把你给融化了 快说快说 他都做了什么呀 黄湘云几人也好奇了起来 见他们几人看来 苏清雪这次也不再傲娇 有些害羞的坦白道 是有些好感 再接触看看吧 见这傲娇女总算是承认了几人 也是起哄了起来 而黄湘云见此那双桃花眸 也是微微闪着莫名的意味 几人聊了几句之后 就准备收拾上床了 苏清雪躺床上抱着被子 就打算开始看小说了 之前书荒了好久 最近这段日子找到了 本新书填的不行 自己实在是太喜欢了 每次看到小说里面 男女主的互动 自己都被填得心里狂跳 看到那女装傲娇得要死 而男主还是默默地 宠着她的时候 自己也是羡慕的不行 这书的作者肯定是很细腻的人 能这么敏锐地察觉到 女生的这么多小心思 苏清雪却不知道 这本小说的作者其实就是我